再回答一些水泥股份 1313,淮潤水泥是7.1买 应该怎样处理呢? G来的 如果以淮潤水泥来说 我觉得当然7.1买 要即时回到购买价格楼上 就未必说真的叫泰国 其实跟原价来说就差不多 或者有少少利润在 但是刚刚去到现在的250天线 我觉得真的要看它升穿埋的时间 才可以再走多一阵 因为始终润泥来说 其实今年回来整堆上利股 其实整体都算是强的 当然受惠就是基建提速 那样东西比原价要快 还要多 形成上利股也升了很多上来 但是由5个岭 现在到7个多 其实都升的幅度都不是少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看 但是看看250天线 可不可以真的突破到 如果突破到的 到时的目标位就上推挨近8元 我想去到那些位置可以考虑 试股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现龄线 这一两天都突破不到的 那相对来说稍微叫做赚好几只先 那我觉得都可以 甚至乎有机会做个调整整股 落回去低一些 譬如大概6.5楼下的 那才慢慢再加更会好一点 但是我自己的干练 今年对上来股 或者润泥的看法 其实相对算是乐观的 因为本身板块的股值不高 还有前景来说又不是太阳 我觉得都很适宜可以再拿一盏先 给优优独送战品 一路上远 两股 打车 一路上远 6 都会 好的